這首歌的歌名叫《孤獨病》 其實它的概念也很簡單 因為音樂影片由頭到尾都是只有我一個 因為說明說孤獨其實都是主要以我做出發點去拍這首音樂影片 所以這首歌最主要都是用一些很孤獨的運動去做一些演繹 所以這首歌的想法 其實很久以前就想到這個畫面 但是沒有一個合適的歌去做到這個畫面上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次遇到這首歌我覺得是很好的機會去用這個想法 因為其實雖然我也不敢說自己是不是一個導演 但是其實很希望可以自己去給予很多意見怎樣拍 因為很久以前就有這個 一個Sport來打下來只有我一個的畫面 因為我覺得好像我內心的一個畫面 我很想把它拍出來 所以這次就跟花姐說 可以真的給我參與多一點拍的過程 最好玩我覺得就是可以坐在一個導演的位置 就是你第一次好像可以掌控這個東西在你心目中的樣子 就是我覺得可能開頭不像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就越來越像你想要的那一塊 我覺得這個是最過癮的地方 做導演最難的地方其實就是很多東西不符合你預期的畫面 你要慢慢慢慢去跟大家溝通 做到你心目中上要的畫面 這個東西其實看起來很容易 但是其實任何一隻你們看到的畫面上的MV或作品或電影 都是可能一秒的鏡頭都要很多很多工作人員配合才能完成 所以更加不要說我們這次是一鏡頭下 更加需要大家的配合 所以都NG了很多次 所以最難的地方都是跟大家配合的位置 已經盡力拍了我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當然你說你想跟現實一定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滿意了 我覺得是可以拿出來跟大家見面 我覺得一個作品要拿出來跟大家見面 其實就要過一個很高的關 我覺得我自己心目中的關都過了 雖然不是說100分 但是希望這一隻大家看到都會有一種WOW的感覺 我從蒙雀咀那天開始 花姐的師傅 他就已經說想一踢過還要倒轉 所以這次可能了解這個一踢過的心願 下次就拍一隻唱跳的MV給大家看 一隻很好看的唱跳MV 再次拍一隻唱跳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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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